上去二樓,我一起看看我的主人房 但之前,我的朋友也有問我 你為何來到什麼家,看到我的樓梯都是深灰色的 樓梯底,主要是 是的,這次每一間屋,樓梯是其中一個主要的部分 它是住宙,連貫了三層,每一層做一個空間 所以圍開靈道的樓梯,變成家裡的其中一個部分 所以這次我其實有了這個灰色,顯示了樓梯的層 好,這個時間就要看看我平時在哪裡睡覺 放心,這間屏不是我的廁所,或者是我的房間 但它好像一幅牆一樣,都是有了Hidden concept 其實就是我老公的Walk in Water 為何老公老婆找我都要分開 明顯因為他老婆我的衣服太多,不讓他擠我那裡 所以另外一間房間,再多一間Walk in Water都讓他擠東西 而且這枝男人貴重的東西比較多 所以連保險箱,Vela Force的保險箱都在裡面 OK啦,你自己去親觀一下吧 現在看我的床先 唯一沿著這個Urban Nature的概念 你這間主人房,這次我們也是用了很簡潔的概念 所以你會看到沒有太多複雜的東西擺設 但依然是很溫度浪漫的 這裏有很多很細節的東西 又不可以自己去說 很多很細節,包括我現在拿著這個思想 不是這個我老公喜歡的公仔 本來其實有很多人說 為什麼你的房間裡面會放電池 但我也聽過一些專家說 如果有電腦電視這些東西 其實是阻礙你的睡眠的 於是當然我已經篩走這些電子的東西 所以你看到整個房間裡面只有床 這張床絕對是令我睡得非常舒服的 另外再加上NSB提供的這些燈飾 就令整個感覺更加的溫暖 所以睡前最多是看書就可以睡覺了 另外我覺得是很驚喜的 我很驚喜的一件事 就是佛士尼的那個窗口 為什麼呢? 它是隔音、隔風、隔聲 可以說是99%的 很厲害 因為我整個睡覺 睡到是完全是在外面下傾盤大雨 我都不知道 嘩 這樣會恨遲起床 對,起床就立即發覺 大家濕透了才知道 原來在外面下傾盤大雨 所以你想一下它的隔音是有多厲害 因為再加上附近 其實還有很多人在裝修 所以關了窗口 立即啪一聲關了 然後你就完全聽不到外面在裝修 對,這種的配搭 除了可以令主人睡得更加舒服之外 也能滿足我們的概念 因為它很簡潔 也很簡潔 也很簡單處理 保持也很低的 顏色方面都有幾個顏色 當然我選擇了白色去配合整個屋 我覺得這個佛士尼的窗口很適合很多城市 因為城市本身已經很長了 有很多聲音 所以你有了這個channel 你就感覺上是住在西林裡 西來都 外面再種些花 真的像我 不是說笑 像我這樣的人 好 現在進去看看我的 裝了很多衣服 現在是空的 可以給我裝很多衣服的 I will walk in wardrobe 其實我的房間說大不大 說小不小 但是Kavin幫我選擇了這個walk in wardrobe 在這種情況下 還可以選擇兩排給我 多厲害才不行 其實很多時候 walk in wardrobe 是根據你自己的需求 譬如我女生 給我多長的衣服 所以你就要求你的師傅 幫你設計一些 多些位置 可以掛長衣服 因為男生不會有長裙 所以可能男生就比較短一點 遷就可能可以放褲 或者是什麼位置 還有呢 我一個位置專門放我的包包 那裡就特別用了透明 透明的玻璃 所以我要選包包的時候 也不需要開門 就這樣可以看到我要選什麼包包 這個對於很多女生 這個是很重要的 人家說廚房是兩天地 但AV room絕對是男人的天地 我當時有一個早上 我上班之前 起床 咦?我老公在哪裡? 那時是凌晨4點多 我打電話 原來他在這房間 看電影看到半睡著了 忘記滾回去主人房睡覺 你就知道這裡有多舒服 有這個很漂亮的 Style Lane贊助我的 一個專服TV room用的 另外一個沙發 再加上很大的電視 很舒服的環境 甚至乎 在這房間裡面 是MyCity Smart Home 特別安裝了一個 可以給他調不同顏色的燈光 所以感覺呢 是再 Man一點 我會覺得 一進來後 你會看到很多不同顏色 他們的朋友都特別喜歡你間房間 想知道更多關於顏面外巢的詳情 記得買8月份的Creative Home雜誌 有我做封面的 同時可以聊聊他們的網集 或者下載他們的iPad application 那是什麼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